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日刘雨宁一身黑色 全副武装 她先从餐厅出来 之后走向自己的座驾 随后龚俊和友人也走出餐厅 刘雨宁还和对方挥手告别 两人一个身高1米89 一个身高1米86 高海拔气场相当强大 显得一旁的小助理娇小无助 不少粉丝都表示先躺小助理 其实那安乐传剧组早前便被转世全员高海拔 除了两位男主呢 女主迪丽热巴也是身高1米68 其他女配也是人均1米68 男配1米80的配置 因为这次合作呢 两人时常被拿了比较 龚俊坚润影视圈多年 座拥近2000万的粉丝 出演难以可谓是理所当然 不过刘雨宁虽是歌手出身 但早年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转型当演员后 长歌行李的好都也细分很多 毕竟呢 身高1米89 会唱歌会演戏 且长相俊秀的演员 在圈内还是不常见的 了解刘雨宁的都知道 她私下性格外放 有时候直播能侃侃而谈 这样豪爽又能聊的个性 让她和合作的伙伴几乎都成为了好友 除了龚俊这位高海拔的朋友 刘雨宁的高个朋友 其实还有很多 曾顺希便是其中之一 曾顺希在刘雨宁早和终极笔记中就已合作过 当时曾顺希扮演的是男主吴邪 刘雨宁则出演黑眼睛 事后的说英雄谁是英雄 更是让两人关系升温 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兄弟 说英雄谁是英雄 讲的是曾顺希扮演的少年王小石 下山游历后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体会了兄弟一起红尘缠绵后 由懵懂少年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英雄故事 该剧的曾顺希是男主 杨超越是女主 但因为两人关系太好 竟给网友一种双男主的错觉 曾顺希身高1米81 也不失为一个高海拔男性 刘雨宁的另一个高个子朋友 则是黄子涛 两人同样因为作品结缘 2009年黄子涛和张雪银主演的热血少年中 刘雨宁扮演男二魏成峰 两人不仅在一起里是兄弟 戏外也成为了好朋友 黄子涛生日的时候 刘雨宁还给其送上生日祝福 两人底下也是经常小聚 作为归国四子之一 黄子涛的颜值虽颇手争议 但他的身高1米83 无疑是他的一大家分享 除了这两位呢 刘雨宁在紫川中合作的杨旭文身高1米88 张明恩身高1米82都是高个美男 刘雨宁能看会聊自然不缺朋友 都说帅哥的朋友都是帅哥 此话一点不假 同样也适用于龚俊 龚俊是标准的男神长相 身高同样给力的他呢 常被评价是老天追着为凡之 而他的好友呢 也都是个高人帅的美男 譬如和龚俊关系一直很好的戴景耀 长着一张男团门面脸 身高和龚俊一样也是1米86 还有之前的张老师也是1米81的帅哥 如今他的兄弟团在天一圆 两人私交不错 系里肯定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阿拉传自开启以来呢 一直备受关注 不少书粉表示 男二的人设不输男主 两家粉丝也一度争论不休 但看到两人关系如此之好 想必无论谁的人设好 受益的永远是观众